刚刚玉坛跟陈文大哥都说了 这个霸盘今天是被台积电给拖累 而台积电的跌重挫 今天跌了24块钱 要怪英特尔这番话 先看英特尔说晶片制造 而后他们将会裁 外包给别人来代工 或自己来代工自制双轨制 然后新的执行长说话了 他说将会提高代工厂的比重 给人家来代工的比重 至少有5样的晶片 所以大家想当然就给台积电代工了 在台积电的ADR 你看日盘的时候 在美股的日盘还创历史新高 只是为什么盘后重挫了 一度大跌2%以上 那是因为这个CEO还讲了 多数晶片到2023年前 还是自己租预堂请上来 所以我们的2330台积电 今天跌24块钱 就是跟他的盘后是这样 我想问这个新的CEO 话是怎么说的呢 先讲好又讲坏 那到底是要不要给我们台积电代工 对 其实讲得很模糊 将提高代工比重 但是多数晶片到2023年 仍是自制 其实我觉得这方的谈话 其实还是告诉市场上 它委外的一个比重还是提高 对 这不变 至少是拉高的 对 那我觉得第一个 他会有这样谈话是说 他在日前试出来的看法 就是说他本身在7奈米的制程 因为他们下一世代的一个部分 7奈米 原理上他的展望是乐观的 那多数的处理器跟自行升上 其实这指的应该是说 比较高阶的 他本来还是掌握在自己手上 但是刚刚谈到 为什么要到2023 才会有多数的一些 外包的一些订单 因为我们去下单台积电 不是你有钱就可以下单 对啊 我现在下单给台积电 台积电叫我等一年之后 我才做得出来 对 它像产能满载 而且英特尔也不是 他的前十大客户 所以我当然台积电 我如果说你的订单够 我可以为你在扩厂等等 但是你本来比重就不高嘛 所以说我就像今天 要向他给台积电 台积电说你要排队 台积电要先服务 他的第一第二大客户 对嘛 苹果嘛 甚至像连发客都变第三大 所以短期内 台积电要再接新单也不易 所以本来就是说 在2023 英特尔你本来就是 自制的晶片比重 本来就是要比较高 这个就没有错的 还有一点 为什么英特尔7奈米这些 要交给别人来自制 因为英特尔7奈米5奈米 听说先进制程 有些他自己的良力 出了一点状况 不太好做 他也承认了 只好给很厉害的台积电 来代工 对 所以这次传出来 协商的五个产品别 外包计划 大概三项产品 第一个电脑CPU 不过这CPU可能不是 所谓最先进的 也许是可能采用 10奈米制程的一个部分 那还有伺服器 还有AI边缘运算的一个晶片 大概这三大类 可能是未来会交由 台积电去制作 那我问您 像这个就像您说的 这个笔电的CPU 可能是10奈米 那这就不一样了 伺服器是要高速运算的 AI也是要高速运算 像这个应该就是 台积电的7奈米 或5奈米在做 所以刚好2023台积电 可以做给英特尔 营收获利就会大大增加 对 所以我觉得 在几档指标股 从晶圆的台积电 联电还有两档的设备 加灯跟光阳科 我觉得在目前来讲 还是市场多方 比较聚焦的东西 好 联电刚刚看过了 我们就从台积电 扫到光阳科 先提一下今年预估的EPS 两个股本的是台积电 然后一个股本是加灯 本一笔在这给您参考 扫描台积电 好 第一个 其实台积电当然今天 我觉得是算涨多休息 刚刚谈到消息面 或多或少冲击 不过这涨得跟小型标股一样 所以五日线它都还有手 因为我觉得技术面 它都还不到转弱 所以周线不破 就是多方续航 对 还是很强 但是拉很长一点点 台积电因为已经来到了 昨天的679史高 观众朋友 来 不好意思 这帮我弄短一点点 你看到这根K棒好丑 专家教了 这个叫做墓碑线 出大量 会不会被你推论对了 台积电您就稍作休息吧 因为有墓碑线 我觉得要休息 因为外资今天又卖 所以说我觉得高档外资 没有再那么捧场去追的话 可能会稍作整理休息 所以散户 如果下个礼拜台积电 继续休息的话 您的股票与陆均 平均就要把握机会赚钱 对对对 好 第二档 第二档我们再来看 这个加登的一个部分 它就创行高 是台积电这个光照合的设备供应商 这也反映台积电资本支出的增加 那最后一个是这个1785的光阳科 做这个再生把柴的 那原则上最近的买盘 开始也有起来 好 均线架构也转强 或许也有机会补涨 所以回到刚刚的资卡 确认一下咯 这些半导体概念股 在2021今年应该是业绩大幅成长年 当然是 好 感谢一堂 非常谢谢您了 超级赞 讲到身处在台湾的我们 你我 我是觉得非常的骄傲 因为台湾人很团结 台湾人善良 台湾企业产业更厉害 靠自己发光 除了半导体 还有包括了面板 郡州请上来 台经院的面板专家郡州 先把我解读这个了 听说今年台湾的mini-lay 地位会大举要伤 因为面板霜 无获得任天堂跟苹果的采用 再来 出现了尺寸的面板 看涨价3% TV用的面板 电视面板价格 地点到现在飙涨了7到9成 所以mini-lay 今年真的有办法这么好 马姐读新闻 是的 因为我们看到 除了任天堂 苹果以外 还有三星 它最早的是用台湾的LED 就是mini-LED这一块 然后现在任天堂 是除了LED以外 它也用到面板 那也就是说 其实除了这个LED以外 到面板 它整个上下有供应链 都同时会成长 包括像瑞宜 它有做mini-LED的背光模组 背光模组业者 其他的厂商 其实都会语入均战 另外这个 Triforce是几帮科技 它说今年跟明年 是mini-LED的主流应用年 小尺寸 中尺寸 大尺寸 我就不再念咯 俊周啊 每次你来都要揪一揪了 教大家什么叫做micro-LED 好 micro-LED我们就看下一张 好 图片 对对对 好 我们先从现在最大宗的LCD 也就是说像我们这种看板做的 就是LCD面板 它怎么做的 它有两个这个三明治的结构 像这个玻璃基板 这两个就是像面包 对 三明治的面包 玻璃基板是面包 两片面包 中间要夹蛋跟肉 对 所以就像有彩色绿光片 分液晶分子这些产品 那另外上下层 还有像什么偏光片 或者是背光模组这一些 那这个是什么再解释一下 背光模组 背光模组主要就是 简单讲就是 让我们可以看到光的 那偏光片就是让光 可以直线射到 我们的眼睛这样子 对 这边是光的发射 偏光片让光走 走到你可以正常看到 这个正常看到 不然光撇到那边 我怎么看得到字 而且它可以从这样调整明暗 我们才可以看到不同的光 OK OK 调整明暗 那麦克罗雷的呢 麦克罗雷你看 我们这两个差别在那里 它看起来好像也是有两个面包 可是它中间的东西 全部都不见了 就只剩下三个 就是RGB这样子而已 红绿蓝三颜色 三个LED这样子 所以它其实你看它很薄 你看现在这个其实已经很薄了 对对对 那未来变成麦克罗雷的 的时候又更薄了 所以请问 少就这个变成这个 它的差异性是 就是这三个就直接发光了 自发光 懂吗 我故意让郡舟说的 所以这个麦克罗雷的 它是自发光 直接这边发光 不需要再靠背光模组来发光 是这样 所以它这边面包 面包中间夹牛肉片就对了 对对对对 那这三个是起司浓度高的 对对对对 好再来 那为什么它会这么好呢 因为这个其实就是从这三个 例如说RGB就这样引申过来的 RGB Red红色 G Green绿色 B Blue蓝色 对对对对 那一般来讲我们像4K电视的解析度 叫做3840乘以2160 有时候我们看到的这个显示出来的点 是有横的是3840 然后这个是2160 就是这样 横的3840 很多点这样子 很多点点点点点 那边弄着一条线 对对对 然后那个2160是这个样子 对对对 所以我问你 A乘上B数字越大 代表解析度越精细 对对对对 所以它每一个点就代表一个这个LED 一个这个RGB这样子 所以你看它3840乘以2160 我们把4000乘以2000 加起来就大概就是800万 那800万以外 那每一个点它有一个RGB 我问你 所以知道你这么说 RGB Red Green加Blue 它就是一个点点 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对 那我懂了 这样就一个点 这样这样一个点 对对对对 所以咯 你看我现在画出三个点点 就可以画出一条横线 对 两个点点画出一条直线 OKOK 了再来 所以4K电视就有800万个点 可是呢 因为你每一个点都有三个晶片 所以加起来就是2400万片 晶片 对所以你看到那个 大家都说4K电视可以用多少的 Microlay就是2400万个 OKOK 那这个是什么呀 也就是说假设我们 这里是一条线 这里是一条线 对对对 两条线 我们要让这个点显出一个光出来 被动就是说 我让这条线一直跑 然后这条线也一直这样跑 然后交叉点之后 那个点就会显示光 我懂了 你说这个叫主动 被动 被动 被动就是 这条线这样跑 对对对对对对 跑到这个点点 发光了 对对对对 这个就是这样 它有交叉点 那个就是发光点 这叫被动 对对对对 那主动呢 主动就是 这个点我就可以直接让它发光 所以主动就是 不需要交叉 它自己这个点 跌 我想要让哪一个点发光 我觉得那个点就会发光这样子 那我问你 那主动应该是比较好吧 比较贵吧 对对的比较难 所以现在目前看到有一些 麦克风类开始做 是做被动的 那我们看到 OLED有没有 也有分成主动被动 也是这样的区分 OK了解了 好 接着我们往下走咯 把麦克风类认识之后呢 为什么说今年是麦克风类暖身年 因为我们现在也看到很多 麦克风类的产品产生了 像三星说 它有麦克风类的电视啊 然后现在还有像AR装置也有 但是这个AR装置 它出现的 它推出的产品 其实是单色的 单色 就是说因为我们刚刚讲 你看它要RGB 我现在RGB 其实比较难显示 不叫一个颜色而已 那就比较容易 所以现在已经有这种眼镜 就是用AR的装置 就是但是是单色的 OK OK 可是为什么它比较好呢 因为你想一想 我们要戴眼镜 我们要在外面阳光下 我要能够不受阳光影响 那我随时也下雨也可以用 所以它要感光度很好 而且那个解析度 像之前的AR 都有这种什么昏炫啊 这样的一个情况 戴了昏音炫 对啊对啊 这些的情况 那做这个麦克风类 它其实解析度 而且这方面又可以 比较容易克服 OK OK 所以这三个 其实就是目前来讲 电视跟AR 已经有产品产生了 这是用 就是麦克风类的 用在AR装置 穿戴 所以这个是小尺寸的 那电视商用解析机 这些比较大尺寸的 对对对 就这样嘛 所以说是软身 也就是说 他已经开始有看到 产品要卖的 那中尺寸的用在哪里 这个就是像NB 或者是电竞这些 可是这是比较未来 才会用得到 OK OK 因为你这个比较难啊 所以价格都很高 那我们上次 我们也有提过 就是电视的这个价格 一台要两三百万 那买不起 你NB一台卖这么贵 没有人要买啊 所以都要用这种很贵的产品 才比较有可能 OK 那国内现在是谁在做 那国内其实 我们目前有很多在做 那我们这边来看一下 这个台积电 为什么也在这边出现呢 台积电怎么跟面包有 这很特别的 我们如果回到 上一张的字卡 上一张 好 这边我们刚刚讲 这两个是面包 对不对 可是下面这一层面包 其实有三种方式做 一种就是说 我是做半导体 做完之后 我就直接拿来用了 那这个就是变成细机版 就可以了 因为难得台积电 竟然会在MicroLED这边看到 你说台积电是做细什么板 基板 就跟这个基板一样 来我写一下 台积电做细基板 那是什么意思 是所有的那个台积电 做好晶片之后 把这个板子迁入在里面 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说他做完之后 就可以直接拿来 这个MicroLED直接使用了 对 就不用到转罐 因为LED的本来是要做 蓝宝石基板 所以淡化加的 那是要做成一个 那个蓝宝石基板 然后做完之后 要把它转移到这个TFT的 这个背板上面 OK OK 所以把它清掉了 因为我们看最后一张 难怪台积电就是做细基板 那其他的帮我们带一下 对 其他的部分我们就看 从这个MicroLED 然后做这个巨量转移 因为我们刚刚讲就是 如果你要在这个半导体 做完涨金之后 你要移到这个TFT这边 你需要这个计量转移 就是要把那个精力 大量 对像我们刚刚讲 4K就2400万 你要把2400万颗 从这边移到这边来 对那你才可以使用 才可以在面板上使用 我跟你讲就是刚刚上一夜 把这么多颗 因为在RGB接着一个点点 这么多颗这么多颗 这样子移到这个地方才能够用 了意思了 所以这叫巨量转移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挑战的技术 洪海耐创 对对对 好那另外就是说 做完之后就是刚刚讲的背板 这个部分 然后还有就是驱动IC 所以整个其实上下游 我们其实都有一些厂商在进行 好那最后我要个答案就好 miniLED跟microLED 在今年有办法让我们 这些的面板厂赚到钱吗 主要是miniLED miniLED microLED的还是在暖身 对对对 好感谢这周 非常谢谢你了 请回这 台心音乐 面板总是要问很仔细的 所以加油 miniLED 今年是可以赚到钱 可以商转的 进广告 回到香港之后 我们要麻烦瑞珠姐 跟大家说一下 希望台湾团结一致 让这一次的疫情 扩散的难关 我们可以安然度过 大家一定要团结 防疫要做好 放假日不要乱住 到处趴趴走 如果今天我们是因为上班 劳工因工染疫了 被传染了 被迫在家自主管理等等 请问雇主啦 政府啦 会补偿我吗 怎会补偿呢 马上回来 不订阅上转的 我会被迫在家自主管理 都会被迫在家自主管理 船上转的